当台湾传统的宫庙文化遇上了西洋电子音乐 会迸出什么样的火花呢 我们来看年仅27岁的杨威宇 他曾经是放肆乐团的主唱 如今他将台湾的宫庙文化 还有流行音乐来进行结合 将特有的宫庙音乐艺术 推向了世界舞台 台湾戏曲结合西洋电音 画上嘉将脸谱走在伦敦街头 究竟会迸出什么样的火花 27岁的杨威宇是第一位受到英国BBC电视台 专访的台湾独立音乐制作人 更是将台湾传统宫庙文化与流行音乐融合 推广海外的领航者 作品入围IMA美国独立音乐大奖后 杨威宇所属的庙台湾团队在国际展露头角 也让台湾宫庙文化大放异彩 库庙文化在外国人眼中 镇头八家将带来的视觉冲击 及充满台湾味的音乐艺术 变成一件很酷的事 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情 他们没有看过八家将的脸谱 他们没有看过观将手的脸谱 他们没有听过国乐跟电影合在一起过 所以他们对这种事情非常兴趣 那我去入围美国音乐讲说 最大心得就是能够把台湾的东西卖出去 你只能靠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是最好把做文化输出的一件事 因为这个东西累积太久 而且外国人从来没有看过 因为我觉得台湾是有很多宫庙 而且妈祖 像妈祖来讲的话 其实在台湾算是很盛大的一个 对啊世界文化遗产 其实蛮厉害的 对啊 我是觉得说如果你们把这东西带到欧洲 带到美洲 带到很多地方的话 我觉得 我觉得他们都会很风光 但对台湾民众来说 对待本土文化的认知却是天差地别 杨威宇所做的 不只是用音乐共鸣扭转次文化的误解 更是让台湾人认同 并保有自身传统文化 透过独有的特色与文化的差异 将宫庙文化放眼国际 我觉得让别人 让外国人看到的冲击 其实最重要的是一个很大的反差 我当时去纽约的时候 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我去参加颁奖电影的时候 我就画的脸部剧 对他们来说 就是一件很不可思议的事情 今天在一个很 譬如说这样 大家看到官将手脸部的时候 就是穿得跟镇头一样 就是大家的印象就是这样 他从来没有看过一个 穿着西装的人 然后画着脸部 这是没有人看过的事情 所以大家就会对自己 他们就会很好奇 他们就会自己来问你 你这是什么 范科西乐团主唱演演 也期望能将台湾文化推向世界 目前与杨威宇筹措资金 计划与大型公庙洽谈 赞助英国公庙音乐级活动 结合纪录片拍摄与文创展览 持续将台湾特有公庙文化发扬光大 人间卫视林秀仪方俊怀 台北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